那我們上次是不是跟大家講到很基本的 就是從一個聚合物的角度 來談一下它的基本構造 對吧 什麼A加U加G加C塊的提拼 是不是跟大家講這個 好 那但是你有了這些元件 你是要怎麼樣把它組合成分子呢 對不對 所以其實就好比你有了積木 你如果沒有夢想 你也蓋不出城堡 所以你現在有了核甘酸 你如果沒有knowledge 它也沒有辦法組成雙螺旋的結構出來 是不是 所以我們來看看這些knowledge 這些知識 這些背景是怎麼來的 怎麼樣讓兩個年輕人 他們竟然可以想到這樣子的雙螺旋結構